Mega 大家我是安生 今天是音速小时30岁大寿 所以我要来开箱一台 1991年生产的MegaDrive音速小时通捆机 同时这个影片也会分享几个 关于这台主机的传奇事迹 毕竟它可是曾经几乎打掉 任天堂半壁江山市场占有率的主机 还有几个关于它音速小时的神奇故事 在开始开箱之前必须先说一下 其实我从小大大是一个超级爱惜玩具的人 看我后面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小时候一直保留到现在的 但是唯独只有MegaDrive尸骨无存 完全找不到一点它存在过的痕迹 于是我就问我妈 我的MegaDrive到底跑去哪了 结果他告诉我 以前我的主机不知道遇到什么小问题 总之拿去送修 就送到家附近的那种电玩小卖店 结果有一天这家店铁门再也不拉起来 老板糟咯了 从此再也找不到人 我的主机也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所以如果你以前曾经在 卧龙街新开路那一带开过电动玩具店 拜托把我的MegaDrive还给我 好总之这台MegaDrive 是我两三年前去日本玩的时候找到的 全新没有拆过 为了弥补我的童年缺憾 二话不说把它带回台湾 但那时候因为忙着搬家 所以就一直摆在那边 就决定是今天了 音速小时30岁大寿 我要来打开放了30年的MegaDrive主机 虽然说我其实对它的盒子没什么印象 而且我当年可能也不是音速小时的同捆机 但看到这个原汁原味的包装 真的还是超级感动 盒子上还有写当年最大卖点之一 就是你可以把16bit arcade 就是大型机台的游戏带回家再加玩 然后来看看背面 背面这几个应该就是当初最畅销的几款作品 像是米老鼠 糖老鸭 当年拿到了很多迪士尼的授权 还有这个赛车什么GP超级眼熟 这个我也确定我小时候玩过 盒子背面也是不断强调超高速 右半边绿色是介绍MegaDrive上面的按钮 还有插孔是拿来干嘛的 不过都是日文看不懂 然后右下角蓝色Mega CD System 也就是如果你要组成MegaDrive Tower的 最底下那一层超级巨大 这个等下会再提到 我要开咯 好紧张 好 来从最小的开始 这个包装也是蛮随便的 嘿嘿嘿嘿 来 瞧瞧 Don't just sit there and waste your precious time When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Do it right away Do it when you can It's the only way to live and live without regret 哇 靠 居然说明书一打开就给你来个鸡汤 这就是在说不要只坐在那里浪费你的时间 你想做什么事的时候只要你可以就去做 这才是生活 非常棒 接下来是目录 1991年7月26日 On Sale 然后 Story 故事介绍 故事介绍 这个很没诚意 居然是一模一样的文字 哇 这些就是当初跟音速小子一起 入围候选要当Sega吉祥物的候选人们 包含他也是 蛋头博士也是其中一个 这个 看不见 不过这个很有诚意 手画的 全部都是手绘 Control 教你如何操作 不过应该是不需要看 这也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然后是什么 游玩方式 UI介绍 這就是藍色刺蝟的超級瑪莉亞 然後跑很快 這些是什麼 路標介紹 關卡介紹 喔 不算是關卡 這個在Netflix上有一個紀錄片 叫High Score 什麼電玩什麼黃金眼鏡 裡面有出現這些東西 就是他們當初的構想 有什麼 據說是看到雲霄飛車才有這個 標誌性的 360度轉移圈 而且他們是先有了遊戲玩法 才有音速小子這個角色 很有趣的一件事 然後有什麼下墜的感覺 要有上有下 這些在紀錄片裡都有提到 非常值得一看 如果沒看過的話 記得去找來看一下 Enemies 敵人們 哇 這些也全部都是手繪的耶 真的是很有誠意 太棒了這一本 這個傢伙長得也太 洛克人了吧 哇 這個真的是很棒 連這些也都是手繪的 這些應該是什麼注意事項 電源要關好啊 之類的 不要踩它 誰會踩它 tin 炸幌 dang 東金大阪福岡 OK 這本 開榜了 很有收長價值 下一個 告訴你接口跟按鈕是拿來幹嘛的 如何接電線門 真的是 很有年代的味道 好香喔 昭和時期的味道 看一下當初這個規格 消費電力才13W RAM的大小27K 太屌了 這是現代人無法想像的 這個上面還有序號 等一下來對一下是不是一樣 看我有沒有被騙 最後一個 Best Collection 就是介紹你熱門遊戲啦 這個是外盒上就有的米老鼠什麼大冒險 看一下什麼我認識的 三國志 三國志列傳 這個超級眼熟 我好像玩過 這個在紀錄片裡面也有提到 然後 什麼神的視角 這什麼啊這個也好眼熟喔 野球野球 打棒球的 這裡面的東西真的是 而且這個紙質非常的棒耶 真的是太棒了 好糖老鴨大冒險 這些 我都覺得很眼熟 但 寫日文我突然就看不懂了 也不是突然看不懂 我就是看不懂了 好這堆遊戲如果你叫得出來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我實在非常想知道 我也會去查一下 因為我現在反過來更加看不懂 好看一下 還有背面 背面也是列出了幾個 喔唷 這些是什麼 即將發售的遊戲吧 或者是已經發售 上面有分類 還有價格 當年一個遊戲 差不多5800塊日幣到6000塊 有些到7000 還有到7800的 蠻貴的其實 而且當年物價還 現在不是 而且當年物價 而且還要算上當年物價這件事 然後就是推銷周邊啊 Mega CD 剛剛有提到 Wonder Wonder什麼 Wonder Mega Wonder Mega是什麼 這個我沒聽過耶 最後 Game Gear Sega的掌機 也是我人生第一台掌機 可以看到這邊還有寫著 印刷是1992年啊 哇 我兩歲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要表框表起來收藏 太棒了這個東西 好 再來就是主機啦 天啊 那 有點捨不得 動它耶 好美喔 真的很棒 主機之前先來開卡帶好了 卡帶居然就是直接這樣一個塑膠袋套在上面而已 啦 APAP 激га 991 打開它 唷 嘖 嘖嘖 哇 真的是 好美喔 好喜歡這種 很物理的 很 不知道什麼形容 好感人喔 然後是搖桿 居然也是一個塑膠袋就這樣套著而已 真可愛 叨叨 將近30年沒有拿到的 Megadrive表感 好輕啊 這個回饋的感覺 太棒 我覺得我好像 變回五歲的時候 哦 Made in Japan 當然是Made in Japan 現在去哪裡找Made in Japan 好 再來就是 電源線 很重 比搖桿還重很多 先放旁邊 然後AV端子 哦 整個 又充滿了30年的空氣味 最後 主機 好輕啊 來 來 Megadrive 噔嚓 哇 天啊 啊 真的好美啊 超級漂亮 我可以這樣玩一整天 背面背面 看一下 序號的部分 A20886217 哎呀 主機跟說明書的序號是一致的 沒有被詐騙 太好了太好了 這個 側邊就是拿來插 Mega CD的接口 主機正面這個我從小一直不確定它到底是幹嘛的 有可能是這個插耳機孔 不知道是不是耳機孔的時候 控制音量大小聲用的 上面這個就是我剛剛玩很久的 On跟Off 這個推起來真的 現在推很療癒 而且Power跟這個Phone的大小聲 上面都有一條細細的小紅槓 這個小細節真的是讓整個 主機加分非常多 看起來太棒了 正前方就是兩個插搖桿的孔位啦 真可愛 1 2 3 4 5 6 7 8 9 9個PIN 那這個Mega Drive SEGA的LOGO就是白色印上去而已 最漂亮的就是這個16bit了 雖然在現在看起來好像有點像小辣椒魷魚跟桌上那個幾號桌的牌子 不過當年這個可是技術力超強的主機啊 這個待會會提到 左側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右側更沒有 剛剛至少還有幾個黑剛剛 正後方來看一下 最後面是Adapter 接電源的地方 然後是AV Out EXT 這長得很像VGA 不知道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看一下說明書 喔 後面Adapter AV出力端子 AV 擴張 擴張什麼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挖勾的 不知道是幹嘛 可能是接那些有的沒的奇怪周邊的吧 底部呢就是聯絡電話 美國歐洲加拿大香港日本新加坡 Model Model 耗電13W 告訴你要用什麼的變壓器 主機序號 Made in Japan Sega企業 真的是 兩個字感動 那當然要來開機測試一下啦 不過這個東西如果是接上平常用的 平面的液晶電視就不酷炫了 所以我準備了另外一個東西 好 搞磨板生汗 要還原當年的感動 就要有當年的電視 所以呢我搞了一台一樣是90年代的大同電視 現在我們就可以來進行開機 來囉 這個真的是要 印象管電視的共鳴 聽起來才是對的 好在我開始認真玩音速小之前 我想先帶大家來認識一下這台主機 首先第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疑惑 就是為什麼這台主機上面最大的字樣是16bit 而不是Sega 也不是Megadrive呢 這個問題困惑了我30年 我終於做了一點功課找到答案了 其實Model程度上來說 Sega對於任天堂有點像是Android對於蘋果那樣 任天堂和蘋果比較著重在於軟體和硬體的相互結合 而不是單純的拼數字 拼規格之類的 比較著重在於給使用者一個渾然天成 對大部分人都比較友善的體驗 任天堂的八位元紅白及大受歡迎之後 Sega決定直接把戰場轉移到次世代發展 全力開發性能更強大的16位元主機 企圖跟任天堂做出區隔 當年曾經參與開發Megadrive的宮崎號 有在節目上表示過 當年Sega的方針是 人氣有可能會輸 但技術絕對不會輸 別家遊戲公司做出來的是玩具 我們做出來的是機器 1988年10月29號 Sega在日本上市 但是首發遊戲只有兩個 Sega當時就是一群技術宅 就連電視廣告也都是不斷強調16bit這件事 他們心意想的大概是 我都做出16位元這麼強的主機了 你們買回去居然還要玩遊戲 在Sega意識到必須要有一個 可以跟隔壁的水管大叔對抗的時候 決定把原本的吉祥物LX Kit替換掉 而日本提出來的提案原本長這樣 名字叫做Mr.Needle Mouse 真鼠先生 不但看起來有個會把小朋友吃掉的尖牙 還有個金髮穿著紅色貼身小禮服的人類女友 而且她有名字叫做瑪丹娜 幸好當時負責美國Sega的Tom Kalinsky 原本就是拯救過Bobby這個品牌 還創造了He-Man的男人 之前在玩具公司美太的他 就是一個行銷包裝天王 深知故事對於人物塑造有多麼重要的他 寫了足足13頁的人物設定 必須提一下人物設定這件事 在Console Wall裡面 他原本使用的詞是13 Page Bible 也就是聖經啊 可見這些設定 應該讓鷹素小子整個人物立體了不少 對於拯救Sega這件事而言 真的是聖典一般的存在 除了演變成鷹素小子的藍色刺蝦以外 剛剛說明書也看到了 還有一個蛋 那個蛋長了兩隻腳 就是蛋頭博士 也就是鷹素小子的最大敵人 當時在Sega行銷部門的L.Nielsen 把Mr.Needle Mouse這個奇怪的名字給換掉了 重新命名之後 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鷹素小子 英文叫做Sonic the Hedgehog 但是他的名字不只是Sonic Hedgehog也不是單純說他是刺蝟而遊 根據Console Walls裡面對於Nielsen的採訪 Sonic the Hedgehog就是他的完整名字 中間的The居然就是他的中間名 而且這件事有在卡通裡面被調侃過 為了解決首發遊戲太廢的問題 Sega也在1989年1月26號 推出了向下兼容的MegaAdapter 可以玩上一代主機SG1000的八位元遊戲 1991年12月12又推出了MegaCD 也就是包裝後面剛看到那個東西 可以拿來玩遊戲品質還有容量都加大很多倍的遊戲 例如蝙蝠俠與羅賓大冒險 不過這個東西要49800日幣 當初MegaDrive的售價也才21000日幣而已 而且那個年代物價洗衣機一台也只要39000日幣 除了向下兼容在幾年之後 他們又推出了一個更神奇的東西 創意無限的Sega 面對來勢洶洶的Sony Playstation 帶著32位元的強勁技術 居然搞出了個向上相容 1994年推出Super 32X 但是荒唐的是這個時間點 他們家10天前已經推出了Sega Saturn 除了上下相容以外 他們還推出了現在看起來會有點荒唐的周邊 像是MegaCD Karaoke 還有增加可以播接上網功能的Mega Modem 但是他們沒有做可以把下載的下來的東西存放的地方 所以你每天花一個多小時下載了一個遊戲之後 重新開機明天就沒了 而這個過程一個月會花掉你十幾萬日幣的上網費用 喔對其實我小時候剛開始玩天堂的時候 每天遊戲的前半個小時內容都叫做登錄遊戲 真的要珍惜你現在手機網路打開就可以玩遊戲這件事 這對Lilycoco的東西加起來可以讓Mega Drive 變成差不多5公斤的重量 高度可以高達30公分 以現在電視來說你幾乎就看不到螢幕了 而且全部買齊要花十幾萬日幣 更是這些還不包含了什麼有網路銀行功能的奇怪裝置 賣你7萬多日幣 還有可以跟DOS電腦整合但聽說很廢的奇怪裝置 賣你十幾萬到二十幾萬日幣 雖然某種程度也是滿甘心的啦 畢竟就是SEGA不想要放棄原本的老使用者 不過這種奇怪的政策 奇怪的執著 也慢慢就把SEGA推向死亡了 15年前我們玩的WeSport 應該就是最廣泛打進大眾的體感遊戲了 但是SEGA在28年前就做出了世界第一款體感控制器 SEGA Activator 不過差別是這個硬體並沒有真正對應的遊戲 只是單純用體感來取代了搖桿上面的按鍵 不過都有人可以拿跳舞墊來玩血緣組織了 我想當年應該真的有人可以拿這個來玩遊戲吧 除了上面提到的擴展功能的硬體之外 SEGA還有一個空前而且應該絕後的奇怪創舉 在音速小子3上市的時候 因為內容太多做不完來不及上市的時間 所以他們決定把一個遊戲拆成兩個部分來販賣 一部分長的就是正常卡帶的樣子 叫做音速小子3 後半年才上市了音速小子與納克魯斯 後者多了一個機關可以打開 並且插入原本的音速小子3 它就變成一個完整的遊戲了 神奇的是這兩個東西分開都可以獨立運作 插在一起又變成一個完整的遊戲 而且要求的是前面先賣了5800日幣 後面這個奇怪的東西又賣你7800日幣 所以要買整個完整的遊戲總共又要花1萬多日幣 差不多是四分之三台Megadrive主機的價錢了 真的不知道是哪來的創意 有了音速小子以後的SEGA 在日本以外的市場都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當年甚至有甘奶吉機場裡面的貨櫃箱 幾乎只裝有Genesis還有音速小子的說法 這個Genesis就是美國版的Megadrive的名字 當時的Megadrive同捆機全球總共賣了1500萬台 其中有1000萬就在美國 最後全球賣了3075萬台 日本只賣了358萬 美國總共2000萬 超級任天堂4910萬 其中日本1717萬 北美2335萬 所以其實如果把SEGA在日本輸掉的1500萬台 算掉的話 全世界幾乎就是任天堂跟SEGA 平起平坐 如果他們早點發現 遊戲機買回去是拿來玩遊戲的 那說不定我們現在的遊戲技術整個就要改寫 當年的Megadrive廣告超狂 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Genesis Does What Nintendon't 也就是Genesis做得到任天堂做不到的 真的是有夠靠別的雙關 還有一個廣告是SEGA把Genesis綁在F1賽車上 然後跟音速小子的快速遊戲畫面剪在一起 而潤天堂呢 他們把超人綁在一個送牛奶的老貨車上 上面跑著馬利歐賽車 還有非常非常多很獵奇 你現在想不到的奇怪畫面 不過這些除了強調SEGA很酷很炫炮之外 居然還有一些澀澀的 這都是現在不可能再出現的廣告啊 音速小子的寫紅白對比鮮明 其中還有一個金屬扣環 這個扣環的靈感來源就是Michael Jackson 他在BAD MV裡面所穿的靴子 我人生第一個有印象的電玩人物就是音速小子 第一個有印象的音樂人也就是Michael Jackson 或許有年輕人已經不太知道他是誰了 我簡單介紹一下 他拿過31個金氏世界紀錄 其中包含最暢銷專輯 報酬最高代言人 最成功世界巡迴演唱會 娛樂產業最高合約金 最貴MV 支持最多慈善 最年輕上美國音樂排行榜冠軍 我還沒練完畫面還有一大堆 總之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King of Pop完全不是叫假的 SEGA當年大概也就是希望說 自己的新吉祥物音速小子 可以像Michael Jackson稱霸音樂產業一樣 可以在電玩產業橫著走吧 Michael Jackson曾經幫音速小子寫過配樂 90年代Michael Jackson曾經多次進出美國日本的SEGA總部 甚至出過一款遊戲叫做Michael Jackson的《月球漫步》 這個遊戲是改編至他1988年的電影《月球漫步》 原本是大型機台 後來也有移植到Megadrive平台上面 在他原本要拍賣的收藏品當中 也看得出來他已經不只是一個單純的電玩迷了 對音速小子還有SEGA也有一個更特別的情愫 雖然工作人員名單裡面沒有出現他的名字 不過聽聽看這段音樂 再聽聽Dangerous專輯裡面的Jib 接著是跑工作人員名單時候的配樂 接著是History專輯裡面的Stranger in Moscow 有人甚至把這兩首歌可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這些發現是在2003年的時候被提出來的 2005年SEGA的技術研究所前總監Hector Roger Hector 還有其他好幾個出現在名單裡面的音樂製作人 都給予肯定的回答 雖然後來Roger在2018年突然改口 他說受到上面的指示不要再發表意見 風天又經過了很多峰迴路轉 確實也沒有找到任何明確的證據 不過很多參與製作人都說Michael Jackson的確有參與卡 那到底為什麼他沒有出現在名單裡面呢 有一個說法是說Michael Jackson認為 當時的遊戲主機表現出來的音樂品質 不足以達到他要求的水準 所以他寧可把自己的名字拔掉 不要出現在裡面 不過其中還有另外一個推論 可能跟1993年11月 Michael Jackson被誣賴性侵兒童這件事情有關 SEGA也是基於商業考量保護自己的商慮 所以才不得不放棄Michael Jackson的名字 出現在自己的作品裡面 這個故事詳細說的話實在是有點長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來收集資料再認真的做一集 真的很精彩 不過這邊我還是要順便提一下 兒童性侵案這件事情 2005年Michael Jackson第二次因為證據不足而被判無罪 2009年大家還在爭論到底音速小子3 是不是Michael Jackson寫的 爭論一個多月之後Michael Jackson就突然離我們而去了 幾個月之後當初控告Michael Jackson 性侵自己兒子的Evan Chandler開槍自禁 而且在那之前他就因為虐待兒童而失去了自己兒子的撫養權 問題很大 在我上傳這個影片的2021年6月23日 音速小子迎來了30歲生日 不過兩天候的2021 6月25號就是Michael Jackson 試試12週年的日子 順便開箱一個我收藏好幾年的Michael Jackson寸箭筒 寸箭筒好像還可以投幣發出聲音之類的 他可以裝電池 還有寫 spatial thanks to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for great hopes to heal the world 怎麼這麼早離我們而去呢 以此影片近一點微薄的力量 紀念一下音速小子的30歲生日 還有我人生第一個有印象偶像Michael Jackson 12週年逝世紀念日 在我這幾天研究SEGA還有音速小子的時候 我發現SEGA這家公司實在有太多傳奇的故事可以講了 例如你知道SEGA原本其實是美國公司嗎 例如你知道三四年前獲得玩家一致好評 媒體也給予高度肯定的遊戲 Donic Mania 音速小子狂熱 根本就不是SEGA做的嗎 想知道下回分享你知道怎麼做 下一集我們來開箱同樣來自SEGA之手的遊戲主機 SEGA Dreamcast 搭配同樣傳奇的遊戲 沙木我要來玩音速小子啦 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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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見